来自台湾的搜救队今天缤分两路 分别前往仙台跟岩守县 支援当地政府的救灾工作 希望能够以过去的抢救经验 尽量提供一些协助 穿着红色制服 整装待发 另一支由民间35人组成的 中华民国搜救总队 和日本非盈利组织NPO合作 15号启程前往日本重灾区 队员许多人都有南亚海啸的救难经验 而这一回也从台湾带来搜救器材 民生物资 前往岩守县救援 物资是我们可以自主 不需要他们来补充 那也可以 少部分的我们可以来提供给他们 总队长李振中表示 他们的装备能自给自足 一个礼拜不造成日本政府救灾的负担 队员里还有医生和护士 最特别的是队员之一 还有擅长水下救援的大学教授 提供一般路面救灾之外 在水下救难的援助 水下的一些残骸 甚至人 那么当然都是罹难的人 那么我们希望能把他们找到 甚至把他们打捞起来 危险性很高 那么也有很大的技术性的问题 而搜救队前往的岩守县 必须经过有和安疑虑的辅导县 不只风险大 路途也更遥远 车程至少七八个小时 十一柱行都得在车上解决 依据当地的经验就是 反乘大地震 那个就是上大号的时候 放在这里 然后用完了包起来 就这个看怎么来集中 做好万全的准备 台湾民间搜救队 自发性为日本赠灾尽一份心力 至于14号抵日的内政部特种搜救队 也已经前往仙台援救 胜出援手 介绍陈伯玉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